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24日平安夜晚的节目 这就是老冯慢慢聊,我是老冯 继昨天的真、神武十战之后,轮到今晚的假、神武十战 本身这个真和假应该不存在,因为神武十战就是神武十战 但是为什么老冯会将它为真和假呢?就是因为神武家族的十战是有一个独特的设定 这个设定是什么?就是一帮武功修围可以和日本古武道的高手看齐的角色 即是当年古代传说的柳身十兵围、弓本武藏、上次出现的服部伴藏等等的角色 现代就出现了这十个被神武家族认定是可以和古武道的高手看齐的角色 昨晚就出了五位角色的回顾,分别是斩虎屠龙都的柳身十兵围、鬼武者服部伴藏 然后再有鬼之平伐、一个很奇怪的立花道说 还有日本的武性公本武藏也是真真正正的神武十战之首 而去到今晚,虽然这帮人和昨天的五个都是神武十战 但是大家看看这五位角色的武功、设定、造型 其实根本就是稀世道明,他们五个是没有资格成为日本神武家族的十战 至于为什么呢?先和大家逐一讲这五条弹散,或者这五个骗徒 认住这五个,骗徒来的,不要被骗到 首先和大家讲一讲第一位角色 这位角色其实就不是骗得了,骗了一半 因为这位角色最开头出现的时候,就在罗杀新篇的时候 交代了他就是大阪城城主,手下有战狼千述狐 当中风神兽吉的造型非常还原日本古代高手的气势 但是非常遗憾,这位风神兽吉在新龙时期没有机会打过 没有动过一次手,每次都是做旁边我,或者在神武英杰旁做跟班 实际上武功有什么呢?新龙阶段是没有的 而去到奔龙时期就和他出了一些招式 譬如这一格,武枉心剑流,你问老冯我也不知道武枉心剑流是有什么招式 主要他出招都是一些日本武士刀的剑术 而为什么老冯认为他没有资格入选神武十战呢? 就是和昨日那位斩虎徒龙刀,柳身十兵为有关 大家看到这一格,这个风神兽吉就拿了天下五刀之一的大田泰 出来砍佑,砍老邪神 但是天下五刀究竟是多少呢? 而反过昨天出现那位斩虎徒龙刀,柳身十兵为 他比起第一刀,天刀更加坚硬,就算天刀斩他也没事 然后柳身十兵为一拍,那把天刀就断了 就是说柳身十兵为他的坚硬程度或者风利程度 比起天下第一刀,天刀是更加霸道的 既然如此,风神兽吉竟然要拿把刀去砍油,对比柳身十兵为 哪个厉害呢?不用问阿贵了吧? 风神兽吉起码低起柳身十兵为,起码低一个班次 而最惨的是昨天说的五条茂里 柳身十兵为,比不起福布半藏 比不起鬼之平白,更加比不起公本武藏 既然如此,这个风神兽吉和陈日的五位比,应该完全没得比 所以他只顾着神武十战的牌头,招摇撞骗的变徒 不过他航头叫他好点,起码化妆都像样子,骗到人 但接着他把四个同伴扑他的街,真的不要开玩笑 变徒做着他们四个,真的做得很失败 为什么说好点失败呢?先和大家看看 这个画面就是风神兽吉,再加上迹田信长 还有最上义纲,围攻老邪神那一段 左手边那个人叫最上义纲 右手边的脚头叫迹田信长 但迹田信长有什么负用?内功是没有交代的 至于招式上下兼收,但有一招叫影武腿 有什么特别呢?不认知,没有特色 然后再出了一招,霸拳 而屌纲,记住,屌纲,迹田信长 作为日本十战的高手,你竟然出中国的霸腿 改名换讯,变成了日本的霸拳 那么你这个混蛋,就是骗够人,还不是偏好? 而最奇怪的是,你的霸权究竟有什么霸道的地方?不认知 而最奇怪的是,连老邪神的霸腿怎么流传下来 都没有一个合理解释 你又何来将霸腿转化成霸权? 请问武超群,你方不方便由地府上来跟我交代一下 究竟你的霸腿怎么流传下来? 而为什么你的霸腿会变成日本迹田信长的霸权? 而作为日本古武道的高手,日本武道界的骄傲 你竟然做这些稀世道明,将我们中国的割水霸腿转变成日本的功夫 你觉得你迹田信长羞不羞耻?惭不惭愧? 你扑街头的石屎吧! 而除了迹田信长,还有隔壁头,最上乙缸 最上乙缸是什么本领呢? 武功层次不清楚,但有一样要灵蛇身 擅长于射力的软弱无骨,可以射了部分的掌力 而攻击呢?攻击就是金钻手 但金钻手是什么功夫呢?不认知 混起气劲时有一大堆钻石的气势 但如果大家看回最上乙缸作为日本古武道的高手 你学习武功和招式是否应该像日本古武道的流派? 那金钻手,灵蛇身又是什么家伙呢? 可不可以有人回答我? 又或者井上乙缸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究竟你认识那些是什么功夫? 而反过来,我或者找回真真正正的最上乙缸 我先来和大家沟通一下 根据早两晚,我打电话去地府找最上乙缸吹水 原来最上乙缸是在日本战国时代至江户时代的大明 最上市的第十一代当主 那奥征是什么?宇宙之湖,奥御的,孝杖,虎杖 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你要显最上乙缸的本领 不是应该着重于湖或者老虎吗? 因为其他外号叫宇宙之湖 你可以凸显他的阴谋,他的深沉 是一个像狐狸那样奸狗,没有触透的角色 既然他叫虎杖,不如他的武功是一些猛虎的气势 会不会更加适合这位罪上乙缸呢? 当然,创作这个人应该不知道 又或者有理由相信,要拿女儿去花时印这么多资料 是一个不切实际的事情 因为你也知道,三条女儿本身练精学懒 喜欢偷龙转凤,把其他东西改头换面 但她永远不会花真正功夫 了解一下这些角色的前撤,她是什么人 她的身份背景,她的特色是什么 正如昨日或平时老虎说 神武家族神武十战是日本古武道高手 他们应该还原古武道或日本风味的角色 正如纳花导舌的类似,呼应纳花导舌的传说 既然是这样,最上二缸或其他角色 是否应该借用古代日本武将的资料 或者她的外号,或者她有什么事迹 然后演化成她的招式呢? 现在是网络的年代 2022年,大家只要用手机 在全能的Google大臣的帮助之下 其实是可以找到这么简单的资料 只要你愿花点时间去Google找,就能找到 为什么连这些小小的时间都不愿意浪费呢? 或者不能叫浪费 你做这件事有意义有价值,就不是浪费 但是你连小小的时间都不愿意付出 那你究竟对本书有多少感情呢? 而除了这条七头,最上二缸之外 还有一条全家富贵 真的不要怪老虹,暴躁 因为这条全家富贵我都不明白 她究竟有什么特色之处 要成为神武熟战呢? 她的特色就是,她的背后灵是坦克 噗蛋黑就是特别爆的,有坦克就爆一点 这个叫赤鬼井伊的角色 就是当初第一个在罗撒复兴天被人收皮的角色 她有护体刚气叫做车夹护体 后面有坦克的气势 然后反攻,反攻是什么招数? 扑渠啊,都是坦克 她的招数是坦克战权 坦克是日本古武道的招式吗? 作为日本古武道高手,你从后面变坦克出来 甚至乎坦克是日本古武道的吗? 甚至乎坦克是日本研发出来的吗? 我真的不知道 喂,赤鬼井伊,你可不可以给个合理解释我? 喂,你究竟是什么家货? 为什么可以变到背后灵是有坦克? 我每次想起坦克,我还是想起5月35日那一天 他就全家负,但他竟然可以弄出坦克 而跟大家说回,这个坦克男是什么人呢? 其实现实中,这位赤鬼井伊是和吉川家康有些关系的 话说这个人本身也是左和山樊的人物 这个井伊也是和吉川家康有些重熟关系 他曾经有些故事,说他非常骁勇善战 穿着重型的盔甲,率领赤被骑兵深入敌陣 虽然经常都赢,但通常都要受伤回来 和另一个喜欢穿轻型海甲,但从来没有受伤的本多宗姓是相反 而在当时德川家康四大天王里面,他年纪很轻,但仅次于走井中刺最早四个角色 原因是因为受伤受得多,经常都有伤口感染 终于导致他一早就死了 既然如此,如果要突显现现实中有的日本角色 其实他是不是应该画他多些疤痕,多些受伤,又或者像百年教火神那样的造型呢? 我不明白 既然你改编一个角色是用现实中历史有的人物 你应该参考历史中的要素 但我不能知道为什么赤鬼井伊的造型竟然到了另一个角色 是这个故事世界里面最大的骗徒 一个没有资格做日本神武十战的角色 没错,就是这个混蛋,德川家康 德川家康是什么人? 他自称神武最强十战 但是号称最强十战,你跳出头 有没有问过武圣公本武藏? 在公本武藏面前,德川家康是什么人? 甚至乎德川家康有没有资格做日本神武十战? 越洲炮拳,神盾防御,海底潜蕾 一大堆现代军事武备 你觉得你很有特色吗? 不是的,你知不知道你本身在做什么角色? 这位骗徒,你连基本你怎么做骗徒都不懂 你做个骗徒,第一要取信于人 即是你要令对方觉得你像个人 但是你做一大堆东西,哪像德川家康? 外形,武功,招式 每一样东西跟德川家康 或者神武十战都完全不像 那你要我们读者,或者我们其他人 被你困到,是一个不切实际,不可能发生的事 而最惨是刚才赤鬼井伊,整面巴痕 但是巴痕都去你那里 你连基本角色的前设是什么 你致敬的历史人物是什么 而最惨的是 神武家族是一个日本 军国主义,大日本民族主义分子 那你德川家康是什么? 你一个中国人 你竟然令到一个日本军国主义,大日本民族主义的分子 收你做帝 你知不知道神武雄伯是什么人? 你竟然令到他收一个中国人做帝 还成为神武十战,日本武道界的骄傲 你让人想一想,合不合理 你反过来 这个以大中华教为主义分子的人 他要收一个日本人做帝 还要说他是现代的张三峰 现代的王重阳 有没有可能 大家想一想,人物的前设神武雄伯 有没有可能被一个中国人做他们日本人? 而大家再想一想,其实这种情绩 在龙虎门世界已经说过不止一次,譬如甲鹤都赵 他原本身份的中国人,他不能被甲鹤派知道 如果被甲鹤派知道中国人成为他们的忍者,学他们的功夫 他是会被人追斩的 而西成勇被人当作业种 元老会大部分人要反他 因为他的血统不纯正 不是一个正统的血物 所以才反他 现在反过来,你完全忽略了这个问题 就是你对角色的前设 那个组织的前设 对神武家族和神武合战的前设 完全不了解 你竟然出了这样的设定 真的不得不佩服 继续团队果然相当的凝震 好了,所以 今集这五个人,川家康,池田信长,封神兽国,赤鬼井伊,追尚乙冈 根本是骗徒 五个去神武家族厄饮厄食的骗徒 他们五个是没有资格成为神武家族的十战 更真正有资格的五位就是昨天的五位 而这五位在神武家族厄饮厄食 转过头应该都要全家富贵 大家不妨放长相压 看看这五个骗徒有什么收场 也不是五个,只有四个 因为赤鬼井伊已经被王小兽打死了 打到废了武功 未来的日子赤鬼井伊应应该只有 在社会的寄生虫 畢竟骗徒有什么特色呢? 就是骗饮厄食 但他连骗饮厄食的本事也没有 就注定沦落街头 成为街边乞业 好了,今集假神武十战的评论就到此为止 好,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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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我 reagent 很珍сл cidos 你们 Sven 游 aggressively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